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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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買這個超好吃的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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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 超好吃 我們去亞洲超市回家了 然後我們總共買了兩大箱跟一小箱 因為我們跑了兩間亞洲超市 那我們現在就來一一介紹一下買了什麼 然後大概多少錢這樣子 那首先我想介紹的第一樣就是這杯飲料 我不知道這個叫什麼 看起來很像小時候 我幼稚園的時候老師會給我們喝的 然後老師都說這是青蛙蛋 然後這個是Annette想喝的 所以我們要趕快介紹她太想喝了 這個大概這要1.09塊 還不加稅喔 我接下來介紹的東西都不會含稅 對 然後這個是不含稅是1.09 然後這個好了 這是那個木下幼香介紹的辣醬 我超愛的 這個是6.29 這個很貴 這6.29 我買了這個 這個 這個是POLOLO的 這個要1.09 跟第一樣價格一樣 再來是MICKY 這是韓國的飲料 很好喝 推薦大家去買 這個3.29 對 滿大罐的 挺重的 3.29 這個是豆奶 這是Annette想喝的 他買的是黑豆豆奶 6瓶 6瓶是4.49 我覺得還可以 接下來是這個 火鍋料 這個火鍋料是4.29 好,第一箱結束 好,我現在要來開箱第二箱 這個 我們買了醋 因為很想喝醋 然後買的是16口味的 那這個醋是多少錢勒 這罐是10.99 沙茶醬 這個沙茶醬是全素的 然後是 4.99 超貴 然後這個是鮮味雞粉 我買了鮮味雞粉 對 然後這一罐是3.69 買了MISO 這是味噌 我看一下多少錢 MISO的價格是 3.19 這罐 這個 這個 一直都很想吃 終於在亞洲超市找到了 這個就是那個韓國的那個 熱狗 然後是裡面有起司的 看一下這個多少錢 這個是 10.99 超貴 耶,我買了SUPER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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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的價格是 0.88 這在台灣應該一罐15嗎 還20塊 接下來就是金針菇 金針菇 金針菇在這裡賣2.59 麻糬燒 西北 麻糬燒 是西北嗎 不知道 麻糬燒 它的價格是3.79 臭豆腐 不知道好不好吃 之前有買過 但是因為突然間回台灣了 所以就直接 回來的時候就直接過期 所以就沒有吃了 不知道這好不好吃 那這裡賣的臭豆腐是2.99塊 接下來呢 介紹的就是 湯圓 那這個是 桂冠的花生湯圓 是賣 2.39 然後還有一種 芝麻湯圓 一美的 是賣1.99 所以拍子還是有差的唷 我終於在亞洲上次看到冰糖了 太高興了 那冰糖的價格是2.19 然後買了水餃 這個是6.49 哇水餃真的很貴的呢 豆皮的價格是5.59 又是什麼 喔 鍋貼 這個也很棒 鍋貼的話要5.49 5.49 各位 喔耶 這是我最愛的水餃 就是我在美國最愛吃的水餃 那這個水餃是6.49 跟剛剛的水餃 價格一樣 因為他們同的牌子 Beef noodle 這個超好吃 大推薦 這個真的超好吃 但是超貴 7.99 喔耶 豆腐 我覺得豆腐很重要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豆腐是1.99 喔 海苔 一大堆的海苔 還有幾個啊 2 2 4 5 10 20 28海苔 是5.49 OK 那我這一箱就 介紹完了 換下一箱 這裡 這裡 這一箱 也是滿滿的 半滿 這罐飲料好像是山豬飲料 那山豬飲料賣的是1.19 買了烏龍麵 烏龍麵幾包啊 三包三包 三包的價格是2.89 我還買了貢丸 貢丸的價格 我也不知道它幾顆 看起來滿多的 然後是3.49 我買了火雞麵 只有這樣一包而已喔 各位 一包而已 然後是1.49 Egg dumpling 蛋餃 蛋餃的價格是2.79 那我找到 蝦餃 蝦餃的價格是2.09 香腸 大推薦 如果你在台灣或者是在世界各地哪一邊 有看到這個牌子的香腸一定要買 這超級好吃 好吃到不行 這個香腸 那這個香腸的價格是5.29 有點貴 買這個 泡菜 泡菜價格這一罐算小罐的 然後是 多少啊 5.49 可樂果 可樂果這個口味是1.49 另外一包可樂果我猜應該一樣價格 喔沒有耶 比較便宜耶 1.19 這一包 是日本的 反正就是火鍋料啦 火鍋包啦 這一包是 多少 1 3.79 喔還可以 3.79 這個 這個香菇 這個香菇 的價格是 1.59 然後 我來找到 欸 這是牛肉丸 那牛肉丸的價格是 5.79 真有味 這個爆到好吃 但我很久沒有吃 所以我想吃 所以我買了 然後這個是 1.29 然後我買了 這個 豬肉片 跟牛肉片 對 豬肉片 跟牛肉片 那牛肉片的價格是 7.03 豬肉片的價格是 7.4 買這個泡麵 是 這個超好吃的 也推薦給大家去買 這個是1.19 這一個 這也是火鍋料的 這火鍋料 總共是 8.99 耶 終於剩三樣東西了 這個 土豆 這土豆比較大包 所以是2.99 接下來是 我最愛的 螺絲粉 這個超好吃 螺絲粉 賣的是 3.79 然後 最後一樣 酸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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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的是 2.19 結束了各位 其實美國跟 台灣的 物價差起來 就真的差超多的 但是對我來說 可以在 國外吃到家鄉味 我就覺得很幸福了 所以 我還是會願意 再 多花那麼一點錢 然後去買這些食物 因為 我真的很不想要每天都吃 漢堡啊 薯條啊 幹嘛的 所以 我就 還是會決定去買這些東西 但真的很會 所以大概就是 一個月會去 亞洲超市逛一下 然後去補一下 或 對大概是一個月一次 那 謝謝大家 收看我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